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 娱乐漫谈介绍我们今天 请到的专业人士 Amazing Wealth 在从事这个行业 已经超过30年以上的经验的 赵世文Simon Chiu Simon 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度跟大家介绍 这么多年来 这只是您领到的奖项的 十分之一 或十五分之一 十五分之一 那每一个都是 Represent一千万 或者是一千五百万以上的业绩 拍照 也谢谢大家 给我们这么多年的支持 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 这么尽心尽力的服务 我们旧金箱湾区有了你 让我们的生活 退休生活更有保障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精彩的 非常令我兴奋 也让我有点迷思的问题 但是有办法解决 就是将要退休的人士 他通常在想他怕什么 他有六大顾虑 还有为什么一般的人 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 专业的 financial advisor在帮忙他 Simon 告诉我们一般退休的人士 有哪六项 重要的顾虑 第一项最重要就是market risk 对 market risk 因为新年选举年 未来不知道新的总统是哪一位 对这个会影响到整个market的波动 对 还有现在就是因为今年有这个stimulus 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个股市市场的运作 各方面的话 钱多嘛 exactly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走势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反应 股市与经济脱节了 没错 so market risk 最重要 就是怎么样避开这个market risk 在规划理财的时候 或者规划退休理财的时候 怎么样 第一把一部分的资金 离开这个market risk 但是不要失去这个增长的机会 离开并不是是 我们不take advantage of market potential 我们还take advantage of market potential 只是没有机会去掉丝一毛钱 一分钱 这么好 对 所以这个我们叫当然一定要保本的工具 那我的迷失就没了 解决了 放心的这个market risk 第一market risk 还有我们有很多人是自己操作 自己去管理 自己去投资 自己去买股票 Mutual fund ETF whatever that's fine 最重要 你要自己assess 你现在那个risk 你现在那个risk 我们会帮您分析说 如果market 好像2008年一样 重演一变的话 怎么办 您的portfolio 现在可以抵挡吗 或者是有什么会影响到 或者会掉失多少 20 30 40 50% 这个一定要 第一evaluate 您现在的portfolio 我们会帮你做得到 不用担心 也不用操心 那我也不担心了 对 第二个最大担忧 最固论是income strategy income strategy 怎么样可以放心 毫无担忧的 每个月 每一年 都有这个固定的收入 观众朋友 您有没有想到 我是开始想了 对了 没错 很多人是欲找规划 不要等到退休的那一年 才准备计划 因为我们很多人是其实想找 您的退休的 对 我们观众朋友 也许您 也不想工作到65岁 70岁才退休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50 55 60 就想退休 真的 所以我就建议他 可以enjoy life of course 用什么来enjoy 呢 一定要有这个guarantee paycheck 对 guarantee paycheck 就是我们用的guarantee 这个income的strategy 其中一个工具 那这个就代表 无论你的钱怎么去花 都不用担心 你每个月固定就有收入 好爽 everybody love it 那帮你设计了这个 income strategy之后 你就不必担心了 你可去vacation 去买衣服 去买jury 去enjoy shopping everything 对不对 okay so income strategy 是第二个大大的担忧 第三个大大的担忧 就是税务 税务 income tax minimize tax 在relative来讲是低税率的时候 对对 以后只有going up that's the only way 我go 美国历史的marginal rate 来讲的话 现在这个时期是满低的 这个满低的 新的总统不知道哪一位 还有这个income tax 以后会不会上升 那 拜登已经讲了 以后他选中的话 基本上income tax 会上升 那这个是现在这一期的总统 不知道下一期又怎么办 对 每四年就来一次 没错 每次基本上 美国历史显示 现在是满低的那个利率的环境 有很多客人就做一些tax planning 我们帮您做一些建议 可以考虑以下的tax planning strategy 第一个 当然 你可以做一些conversion 从你现在pre-tax aera 401k convert成roth 这个是其中一个做法 另外一个做法呢 今天就是很好的时候 没错 有很多客人现在处理的 另外还有呢 就提到说 除了这个工具以外 现在也要做一些理财的计划 以后领取income的时候 是no tax tax free the income 先交税 没错 趁现在低利率 好 先交了税 以后就不付了 没错 所以现在我们contribution的时候 用after tax的钱 现金的钱 去投资 以后 领这个收获 回来income的时候 全都是免税的 所以这个是第三 最大担忧 那第四讲到就是long-term care 长期护理 年纪大的时候 谁来照顾我们 儿女吗 或者媳妇 所以 I don't think so 对不对 所以我们开玩笑讲到说 long-term care 一定要为自己做一个plan 跟配偶做一个plan 養儿绝对不是为了防老 对 没错 所以long-term care是第四个担忧 第五担忧就讲到medicare medicare 年老时候 拿到这个政府的补助计划 这个medicare的话 带他们去选择 对的 是一部分的补助 那还有第六个担忧 就是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金 所以以后退休的时候 你应该什么时候去领取 能够做到maximize 最高 这个领取social security income的strategy 这也是一门学位 没错 无论是按照62岁 66岁 67岁 或者是70岁去领呢 depends on 每个客人自己家庭的需要 以及这个income的需要 所以我们做income planning的时候 我会提供这个social security report 还要预测自己能够活到几岁 对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基本上我现在总结一下 基本上我们每一位的投资人士 包括自己理财也好 我们帮大家管理资金也好 通常我们都分三个不同的bucket 三个不同的篮子里面可以放你的钱 第一个篮子大家带screen可以看得到 是我们叫liquid 就是流动资金 流动的资金允许您去shopping vacation 吃的用的保险啊 paycheck 各方面 这个liquid 第一个 桶的金 第二桶的金呢 我们叫income planning so income strategy 怎么样你可以把一部分的资金 放进去这一个篮子里面 以后这个篮子会给你这个paycheck 所以这个是我们叫income的bucket 那第三个篮子呢 第三个bucket就是一个growth bucket 怎么样用你剩下的钱继续在增值 继续在增值 因为不知道人寿命可能会七十八十九十 甚至一百 所以您一定要make sure future income 足够自己用 对 这个是三个不同的bucket的分享 那我们有一个成功个案 就帮一位62岁的女士 先生刚过世 那留给她很多这个pre-tax account investment account cash account各方面 我们成功的把它全部consolidate 然后再做调整的投资 把它分成这三个不同的bucket 让他可以放心的去shopping vacation 还有放心的有income 人老了更要有钱 这样子女才会尊敬自己 真的是 对 谢谢你三年 对对 活的就是可以笑颜足开 对 非常感谢你三年太棒了 那我们跟您在下个礼拜 还要再见面 对 好的 关注朋友 我们这个单元结束 希望大家打个电话给Simon 888-746-6688 我们接着还有一段访谈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